好 最近就是被强烈洗涤的 就是民众党柯文哲 那现在小草也要开始反击了 他们就讲说 想要声援柯文哲 他们讲赖品云 你也是拿补助款来买车 他说柯文哲选市长 拿房子抵押出来贷款选举 选后拿这个补助款过来还房贷 这样子有什么错误吗 那这一次买房子的话 又有什么错 你赖品云都可以拿补助款去买车子了 那你车子是不是也应该要给党来使用 那赖品云就很生气的跳出来反击 他就说 我这台车百分之百是公务车 我喜欢跑北海岸东北角 现在是要被抓去关了是不是 所以他们就很疑惑 为什么赖品云可以拿补助款来买车呢 既然如果这是民进党的标准 说不行的话 那为什么又要针对柯文哲呢 这个现在目前是绿白之间的一个互斗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柯文哲的黑料还一直在爆出来 现在看起来这把火炎上 然后焦不下来 那这个4300万的商办收租51万元 独家新闻来自三立 他就说没有申报租金 这什么逃漏税呢 就开始这样做新闻 他说这个租赁其实从113年6月26 进行租约转移 每个月的房租是5万1 那直到这个契约到齐 大概柯文哲可以进账51万 那依照契约签订之后 30天内必须进行申报 那可是内政部的官网 却没有柯文哲的申报资料 就又怀疑柯文哲是不是设席逃漏税 那还有现在目前这把火也是向外延烧 现在北检要搜索集团负责 就省庆金 这个威京集团的负责人省庆金 这个金华城案继续在烧 那现在有三大案 就是在柯文哲任内的金华城案 北市柯案还有台志光案 那因为它陷入到这个政治献金 以云风暴也不断延烧 还包含了检调 接下来要调查这三大案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争办 那传出北检 现在也要大动作来搜索省庆金 那有人去问说是这样子吗 北检低调 现在还不愿证实这项消息 那另外北市柯案呢 其实台北电检署也在27号 这个指挥连政署 约谈了前台北市的产发局长林崇杰 以及前台北市的地震局长张志祥 然后还有时任某受险公司的零性经理 三名证人 要来厘清科士府招标 就是招商决策 以及相关受险业者的接下过程 要来做一些还原 所以三大案都在动了 亮哥就讲 就哇 既然连北市柯的案子也动起来 征讯了两个人 那柯文哲可能现在是万岸启发 也就是说政治现金的流向 还有买房财产来源不明 人家都会继续追下去 那甚至连党内都有一个声音要求 是不是应该要请辞党主席来止血呢 不能让民众党的形象再继续这样子往下掉了 那今天被问到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看柯文哲怎么回答 怎么看这门探背交保 会不会担心下一个是你 我说 杀一台了 主席现在党内有忽略的情况 有谁要你请辞这么看 主席说你把选举补助款当生活补助款 主席是不是最近都要找电视台成亲 但是没有人要上上专榜 主席党内有人说要你请辞当主席 可以 反正他通通都不回答 就是很少看到现在这么低调的柯文哲 从他参选台北市长至今 现在恐怕是他遇到风暴最难解决的一次 甚至连韩国媒体都报道了 说柯文哲是台湾之光 国际丑闻 韩联社综合了台湾的媒体 以及官员的说法进行了报道 曾经高喊居住争议的柯文哲 却惹上了房地产争议 不仅用台币4300万元的选举补助金 设立了个人的办公室 连妻子也强行要买豪宅 用词是这样子 韩联社用词 所以很多的小草讲说 出口转内校 阿北我帮你崩溃 韩国为什么会报道这个 所以小草感觉 好像很针对柯文哲而来 甚至网路上面 现在还有一些绝情在写 这种木可诗 就是木兰诗把它改一改 我们以前是什么东市买胚头 什么的 他现在改成东市看豪宅 西市看买商办 南市哥小草北市有弊案 这样来讽刺柯文哲 还不止如此 现在民众党这个把火 恐怕还要继续延烧吗 往蔡壁如身上延烧 现在因为有媒体爆料说 他是不是申报假账 讲说他在选举的时候 将这个政治献金 用于团队人士 然后再拆分成300笔 2000到3000的交通费来申报 好像是申报不时的金额 有百万元 监察院讲说 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 就是2022年九合一选举的查核工作 那还没有开始查核2024的大选部分 所以感觉好像有一种警告的意味 就是说都给我等着 就是之前你们有这些选上的 从民进党手中拿下一些位子的人 是不是更要留意 要提心吊胆一点了呢 我们来问一下宏伟姐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这些事件 他很多的一些工房 事实上都是根本不了解 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 我直接说 比如说今天小草去声援 柯文哲说 赖品瑜你怎么可以用 这个选举补助款 那我要特别说一下 包含议员立委县市长 他用的是公职人员选霸法 公职人员选霸法 有关于选举补助款的领取 是由个人来领取 也就是候选人去领取 那么所以你只要出去 然后就他直接汇入 是候选人的账户 但是总统和副总统的 选霸法的规定 是必须规定由提名的政党来领取 所以他不会汇到个人账户 他汇到政党的账户 所以以柯文哲来讲 他过去选两次台北市长 他如果自己来用 其实是没有问题 因为本来就汇入他个人账户 那现在比较有争议的部分 是因为由政党领取 然后最后变成私产 这个部分就是有违反社会观感 但是我到目前为止 中选会 主管机关是中选会 中选会也没有说他这是违法 因为领取 但是是不是他可以做分配的使用 他在法上没有明文的规定 那这个也许未来我们要把它修法 把它厘清 但是我觉得你先去找什么赖品鱼 这个我觉得不必要 那第二个 然后又开始黑客文哲说 你没有报税 你买的房子 现在商办 而且你有租金 你涉嫌逃漏税 我跟你讲 这也是完全不懂税法的人在说 你每个人五月份报税 请问你报哪一年的税 你报前一年的税 那他现在产生这个租金的收入 是今年产生租金收入 所以他要报税 依法报税的话 他要在明年的五月份申报 他的个人综合所得税里面去申报 所以这都是未来事 你怎么能说你未来你会逃漏税 所以现在大家的工房 已经根本就是乱讲一通 就是完全不懂法律的事情 好 可是我觉得回到 柯文哲和民众党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事件蛮大条的 因为今天早上我看到 台北市律师公会有个声明 因为现在不是传说他明天 他们要召开一个记者会吗 那记者会是要针对查账的部分 可是今天台北市律师公会 会计师公会有一个声明 他说他们曾经询问了五个会计师 但五个会计师都没有意愿 来帮这个民众党来查账 所以他的意思说 就是有关于民众党 他的政治现金的账目的部分 跟台北市律会计师公会无关 这个意思就是说 明天假使民众党要召开查账记者会的话 那么台北市会计师公会是 没有要帮他背书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看起来 好几路进攻 那包含金华城 那今天连我过去的同事 明贤同事 一小为议员办公室都被搜索 但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我们自己身为议员 他去参加便当会 你知道吗 你去跟市长吃便当 谈一些选民服务或者是市政 全部都要做会议记录的 所以如果是以这样子 什么他去被搜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选民服务 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除非你有什么对价关系等等之类的 那另外你包含金华城 现在也被这个小沈就是沈青青也被搜索 然后市领市科案也开始在被约谈 那看起来都见指一个人 你看起来好像好多的案子都见指一个人 就是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现在除了他这个有关于 选举补助款周选会没有认定他有违法 但是这个是违反社会干关感 或者是其实他是违反原来的立法意志 可是现在整个这些大家所谓的 五大弊案等等的一个搜索 我觉得对柯文哲未来确实有可能凶多吉少 好 请教明贤哥 对柯文哲来讲他现在两块了 第一个在政治上危机处理 我也认同蔡壁如讲的 现在是止血而不是青创 所以要不要辞党主席不是重点 而是在于柯文哲必须讲清楚 第一个包括对于他的房产争议 还有第二个包括政治现金的部分 那比较惨的是明天要开记者会了 那现在会计师公会不替你背书的话 那明天公布账目有意义吗 因为你没有第三方签证 第三方背书的话 明天的记者会账目一公布 那还是民众党内部在查而已 你没有第三方帮你背书 这些数据会不会轮延各说各话 所以危机处理 柯文哲要针对外界的疑点讲清楚 第二个 我当然对小草来讲 他们会找赖品瑜来对照柯文哲 可是讲难听一点 赖品瑜可能没有未来政治生命 而且他不选 柯文哲是有未来政治生命的 而且两个老实讲 成绩不太一样 对比赖品瑜来对比柯文哲 我就柯文哲可能心里面不高兴 他怎么说你拿赖品瑜来对照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对等 那他用自己的选票补助款买商办 那作为个人办公室到底要做什么 也要解释清楚 所以这是他在政治危机上的处理 那至于说司法的部分 现在金华城今天又搜索危警小省 还有包括我的议会的同事易小威 然后之前包括检调也约谈了14个都省 看都委看起来 大家一般合理判断柯文哲即将面临的官司 甚至被起诉的机会 包括被约谈被起诉的机会很高 所以面对这个官司包括金华城 包括北思科 我们对柯文哲最好的建议是 应该要赶快找很好的律师 应该要赶快跟律师研议找律师来处理 所以政治危机你要把话讲清楚 面对司法的危机 你要找好的律师来赐保 好 请教董哥 白神话阿伯 这是现在剧情最纪力万金的游戏 大家一定要继续看下去 每次的剧情都不一样 我们以为快沉寂了 他突然又有一个桥段冒出了高峰 本来以为夫人看房子就算了 夫人又说小孩要结婚要干嘛 以为就算了 没想到还去买商办 就一桩接一桩 那现在大家看到了 其实 金华城跟北市科是一个很久的案子 那现在一股脑 为什么 因为现在 檢方觉得现在手上有力气 金华城所有府内府外的委员 通通访问完了 副市长也要谈了 那副市长就往上就只剩市长了 就是柯文哲 所以这个跑不掉 那北市科大家可以看到 北市科的三块地柯文哲 隆喜T17 18 这两块地不必有投资计划 通通不必要 T16那个特别要 那个人叫喜盛雄金人堡的老板 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 然后他的价位又特别低 最主要的那一家人寿公司 的负责人就是吴欣宁的爸爸 就是你竞选 时候搭档的这个人的爸爸 所以你们是一伙的 简单讲就这样 那我对柯文哲来讲 他当然 因为他过去碰到很多这样的难题 从台大医院时代 他有很多事情被质疑 他都没有事 为什么会没有事 因为他那时候跟民进党是合作的 台湾的司法是亲民进党 他只要跟你插科打混一番 然后再哭一哭 他那时候检察官 A谭他M149的时候他在哭 怎么样 再这样逼我 我就选台北市长 豪淘大呼 好多人就好可怜 一个台大医生被逼成这样 那他以前那些案子有没有问题 当然大有问题 怎么会没问题 你就要厂商 兼钱给你们去吃尾牙什么 没有问题 这个当然是有问题 但是因为他过去太好病了 过去因为台湾的司法亲民进党 所以所有东西都放水 那现在 现在照规矩来了 那他觉得没办法接受 可是他用过去的方式在处理 他就顾左右而言 他跟你稀里哗啦 然后讲了好像很多很勇敢的话 其实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心里很害怕 这个炉子 那么多人 然后我现在说 我现在也知道 有什么颜色 这么多人 这次是 你会不会有什么